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近期的经济变化 尤其是在9月份获批的109款视频游戏中 竟然还有一款神秘的腾讯游戏引起了市场的热议 随着中国最高领导曾在一次意外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经济复苏的号召 投资者的热情也随之高涨 中信证券的报告更是引发了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全新关注 亿万富翁大卫太破直言要购买与中国相关的一切 短短几天内股市的剧烈波动和交易量的激增无疑让人感到紧张刺激 不过这一切背后的策略与市场反应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习近平主席承诺会优先考虑经济复苏 而金融监管机构则强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未来的政策走向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策略 这不仅仅是短期的战术行动 还是长期的战略转变 留给我们深思的空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关于中国最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整 以及他们对股市和整体经济的影响 这篇分析基于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内容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在九月份批准的109款视频游戏 其中包括一款备受瞩目的腾讯游戏 此外 报道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政策的最新动向 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市场情绪 最近 中国的经济政策再次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中信证券发布了一篇题为作把的文章 强烈呼吁投资者在北京展示出强烈的经济复苏决心后 积极参与股票交易 这篇文章的发布恰逢中国最高领导层 在一次意外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 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问题 并在两天前推出了一项重大刺激计划 这种兴奋情绪迅速在市场上传播开来 标志着在北京政策大转弯后公众情绪的突然转变 可以说 这是自2022年底中国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以来 领导层最为果断的举措之一 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泰珀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他对中国的最新举措充满信心 并将购买与中国相关的一切 他强调 这是自2010年以来 他再次明确表示对中国的一切都持积极态度 随着政治局在9月召开罕见的经济事务会议 中国股市也随之飙升 上海综合指数在短短四个交易日内 从2748点上升到接近3100点 这其中包括周五的2.89%的涨幅 深圳综合指数在周五上涨了6.71% 而创业版指数更是飙升了10% 三大指数的日交易总量超过了1.4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2000亿美元 然而随着交易量的激增 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发出了关于股票竞标交易 异常情况的声明 表示交易确认出现延迟 许多投资者抱怨其经济商的交易软件崩溃 高盛的董事总经理斯科特·鲁布纳表示 中国股票应该成为投资者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强调 当前中国的独特情况使得对中国股票的低配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共识交易 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成就的文章 文章指出 金融是国家的最重要工具 这一声明与市场上对中国金融工作者日益增长的羞辱感形成鲜明对比 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会议中 中国领导人承诺将优先考虑经济复苏 帮助面临困难的企业 并防止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滑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于周二宣布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后召开的 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减息以及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未来还将有更多支持性的财政策略出台 这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与北京之前对经济行动的犹豫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市场参与者对此充满期待 然而对于这些最新措施是否意味着短期战术行动或长期战略转变 市场上仍存在争议 人民大学的金融教授赵锡君指出 与过去几年相比 今年的政策主要针对短期结果 这一轮政策结合了长期和短期目标 但在短期内将对提升信心产生更强的效果 尽管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约5%的实现 金融监管机构仍然强调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这一优先事项是习近平在过去一年中不断重申的 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承诺 金融部门将在关键领域增加金融服务 并加强薄弱环节的支持 除了为高科技产业提供更多贷款外 他还表示将促进小微贷款的增加和扩展 并无差别的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支持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无疑是中国政府 为提振经济所做出的重大努力 首先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这些政策有助于刺激市场信心 推动消费和投资 促进经济快速复苏 特别是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萎缩后 这些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从股市角度看 政策的调整使得股市出现了显著反弹 这不仅仅是短期的市场情绪反应 更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 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和市场的活跃交易量 都是有利的证据 然而从风险控制和长远发展角度看 这些政策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短期内的强刺激措施 是否会带来长期的经济不稳定 过度依赖金融市场来提振经济 是否会导致泡沫风险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最后从社会影响角度看 这些政策也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降低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有助于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财务压力 促进消费和投资改善就业环境 与此同时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也为就业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机会 总的来说 中国最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整 不仅展示了政府对经济复苏的坚定决心 也为市场和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会 当然 未来的政策效果如何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但无论如何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 全球经济和市场动态的深度解析 谢谢收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哇 这次的政策大变动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不过说实话 中国的经济复苏计划看起来确实挺有诚意的 你看看这些数据 什么日交易总量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 就好像一场经济嘉年华一样 大卫太破也说了 他要买一切 这样的投资信心 难道不足以证明中国经济的前景吗 哦 拜托 楚天书 你是不是也被这些大数据给闪瞎了 每次一有新政策 股票就彭扶吃了兴奋剂一样猛涨 可这都是短期刺激啊 要我说 这些所谓的重大措施 不过是让市场喝糖水罢了 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解决了吗 小微企业真的拿到贷款了吗 齐齐 你这样说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吧 中国的经济政策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次政策的重点是优先考虑经济复苏 这不正是大家想要的吗 再说了 这些措施不仅针对短期问题 还有长期目标 人民大学的赵教授不也说了吗 这一轮政策结合了长期和短期目标 短期内也能提升信心 你是不是对政策的效果过于苛刻了 楚天书 你的乐观精神珍视令人感动 但问题是 这些所谓的经济刺激 措施很可能只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你看 高盛的斯科特都说了 对中国股票的低配成为全球市场上最大的共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还是很有限的 你说的那些数据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真有信心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股票竞标交易异常 好吧 琪琪 我承认 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挑战 但这也是改革的必经之路 你不能期待一夜之间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你还记得1978年的改革开放吗 当初大家也有疑虑 但结果呢 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也类似 这些短期的波动和异常正是市场回归正常的过程 楚天书 你这样一说 我都差点以为我们回到了1978年 不过 现实可不是小说 市场对政策的反应往往是最真实的 你说的那些兴奋剂效应 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 当年改革开放确实改变了中国 但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 不是简单的政策大转弯就能解决的 大卫太破买一切 那是因为他资本雄厚 但普通投资者可经不起这样的大风大浪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